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怎样增加EB1和NIW的批准机会 这个话题比较大,当然有很多可以说的 我们在这里讲一些最近的经验和观察 当然申请人有理工科的学者 也有艺术类、体育类、商业类的 或者文科的学者,或者其他方面的人才 所以区别比较大 树叶有专攻,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背景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是通用 大家可能听说过 就是说现在从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等国家 移民美国这样的难民 最近又有一些新的优待的政策 每个月或者每年有更多的名额 而且美国政府现在除了说政府安排 接待这些人住在美国 开始新的生活以外 现在允许美国公民个人也可以帮助这些移民 然后住在自己的社区 或者提供出钱出力 提供帮助 像这样 像这样有的人就讲到 美国移民政策太不公平了 只注重非法移民 合法的移民处处吃亏 怎么说呢 这个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首先 大家听说过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或者说原话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就是说 合理的东西 它有一定的现实性 像这样 美国移民政策 对吧 它不光要考虑这个 Maritocracy 对吧 择优 它要考虑到其他的 就是说好多人来自中国 他是做提价出身 觉得说 对吧 我这个 不管说找工作 发一个老婆 对吧 这些都要通过考试 来组织就最好了 不是这样的 那有的时候 像大学录取也罢 给奖学金也罢 这个移民政策也罢 有的时候 它不是merit based 它是need based 像这样 一方面 看个人的需求 那但是呢 这个和EB1 NIW有什么关系呢 讲到 像这样入境美国的人呢 比如说 可能对美国政府 hopefully 更多的appreciation 我们听说过 比如有的例子 有的这个越南难民 到美国的第一代 第二代 后来呢 成为这个企业家 很企业 发达了以后啊 后来回馈社会 然后呢 帮助啊 这个投资啊 这个捐款啊 等等 像这样的 那么其他的呢 就是说这个 很多难民嘛 毕竟他会感谢 就是说美国政府 提供这样的机会 相比之下呢 有的职业移民啊 这可能都觉得说 这个啊 此地不留业 自有留业处啊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bargain 这个角度 所以呢 坦率的说呢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 可能也感觉 这个loyalty啊 等等 这个不一样 那么再回到 这个eb1 Niw的申请方面 那当然个人啊 你有自己的专业的背景 说啊 我有什么样的论文 以用啊 专业成就 科研成果 或者说 在我的 这个商业领域 体育 艺术领域 我有什么样的成果 媒体报道 获奖 等等 这个是一方面 这个呢 你也不太可能 能够凭空变出来 对吧 那怎么样来解释 这方面呢 当然我们解释的 一般是 你可以有facts 还有opinion 举个例子呢 比如说 我可以说 我开一辆 Toyota Corolla 这个车 我觉得这个车的安静 特别powerful 这个没问题 这是opinion 那你要说 我开的这个 carrolla 有八个气缸 那那就不行 这个呢 它就和这个facts 不符 对吧 所以呢 你在申请中 的petition letter里面 要注意 把这个facts 和opinion分开 那么这个facts 对吧 你不能这个 没耳的来讲 不能无中生有 对吧 不能说这个 五米之吹 这个opinion 那你可以有 这个发挥的余地 对吧 当然这个 这个包装 要有限度 但是呢 opinion 总之 有一定的灵活性 这个呢 是个人的资质 对吧 但是个人资质呢 这个毕竟 能够做的有限 说我有五篇文章 我想明天一觉醒来 我就有十篇文章了 这个不太现实 对吧 那么其他方面 怎么能够提高呢 一个呢 像前面结合起来 你可以增加 说我做的这个工作 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怎样能够联系起来 我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这一点 当然本来呢 像EB1 IW申请 就是需要的 对吧 你的工作 要和美国的这个利益 联系起来 但是 除了必要的部分呢 我们还可以有 眷外的 额外的这个bonus 增加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和美国的利益 有怎样的联系 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的人做的是基础科学 癌症研究 你看美国每年呢 因为癌症 要有多少人去世 然后要花多少医疗的经费 那我这种研究 能够帮助诊断 或者治疗 或者预后 或者预防 等等 其他方面 所以呢 就能够和美国的利益 联系起来 这是基本的 那你还可以加上 更多的数字 更多的具体内容 对吧 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联系 更具体的讲到 我这个工作 怎么样就能够可信 比如说 我们有的客户 讲的是这个癌症的诊断 诊断有各种方法 对吧 那为什么要用你这个新方法呢 不光能够节省经费 还能够更加 增加这个精确性 那么折合过来 算过来 每年能够拯救多少生命 这个是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 有的人说 做的这个算是屠龙之计 不见得有那么多的 直接的现实的用处 那怎么样联系上呢 我们此前举个例子 我们有的客户 做的是土星的磁场研究 听起来说 这个和现实有什么用处 那很有联系 他毕业以后呢 改做了地球的磁场 这个资源摇杆的探测 比如说可以探测 美国哪里有更多的矿产资源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位客户 他是中国象棋的棋手 这个和美国的利益 怎么联系起来 或者还有围棋的棋手 都有 都已经批准了 杰出人才 那这个 他们做的这个是民族的 这也是世界的嘛 对吧 那美国也有很多的 亚裔的人群 那里推广了这些文化 也可以增进 美国的这个族群的 互相理解交流 那我们举的例子呢 包括冷战期间 美国国际象棋棋手 废舍战胜了俄国棋手 可能是斯帕斯基 然后呢 那当时呢 美国的总统尼克松 大概1972年 发出了贺电兵党的比赛 也讲呢 说明证明美国的制度 有优越性 等等 那至少这样的例子呢 就可以用来 做一个类比 此外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 移民局公布的案例里面 有一个 有一位呢 他是做这个social worker 这个社工 申请的国家利益豁免 那获得了批准 那怎么解释的呢 在这个中东地区啊 这个做社工的活动 缓解了社会紧张 化解社会矛盾 让大家生活更好 就减少了恐怖分子的发生频率 这样呢 就和美国的利益联系起来 那当然这个不能太空洞啊 要更多的具体的讲到 但是这一点至少呢 应该说人人都有 是吧 要不然的话 你也就不会申请 那从这方面呢 更多的加强 那你文章啊 别的证据不能凭空变出来 但是呢 曾记说我和美国的联系 这一点还是可以达到 顺便讲到呢 比如说有的客户呢 经常会说 我再加个这个行不行 我又听人说这样的行不行 这个呢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人看医生 对吧 说要做手术了 有的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要不我自己也把这个做个手术 或者我给医生提个建议 你的手术要这样这样做 极少有人会这样来 但是呢 换到这个律师啊 法律啊 或者政治啊 等等层面 好多人都觉得 这个事情我很有主意 或者我在网上看到这样这样 就可以了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的荒谬的地方 这个我们这个服务啊 有的时候呢 经常给客户 比如说我们和医生 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相同 那我们律所呢 也为上千位的申请人 取得了杰出人才 绿卡的批准 也为上千位申请人 取得了国家利益豁免 类别绿卡申请的批准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 这个专业的知识和经验 应该说呢 会给客户找到 更好的途径 渠道啊 为客户呢 准备最好的这样的材料 那当然有的客户坚持 他要用自己的方法 你有这个自由意志 对吧 就像这个看病嘛 对吧 你说选择手术 还是保守疗法 或者不治了 说我祷告嘛 对吧 人各有志 对吧 都可以啊 那你可以自己选择 我们认为呢 你还是需要尊重 专业人士的意见 好 那我们在前面呢 主要讲到 怎样增加 EB1和NIW 申请的批准机会 这方面呢 我们认为 申请人呢 除了强调个人的资质 成果背景以外呢 还可以更多的 具体的把你做的工作 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联系起来 这样呢 会有利于增加申请 批准的机会 好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